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聊日美的二加二的会谈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啊兴奋高喊我们一致的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我们的盟友以及合作伙伴共同面临的最大的战略挑战呢怎么不是战略敌人呢那日美之间的这个二加二他谈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日本从美国人身上获得了什么 美国又从日本人身上获得了什么这个二加二日美的高层的会谈又跟咱们最近跟日韩动手他又有一个什么样的联系啊里边可有意思了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日美的这个二加二日美互相都拿到了什么东西啊那日本人想要什么大家得知道 首先日本人高喊想要自己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呢有年头了现在已经进展到了修改什么防卫的三文件对不对 这样的一种地步然后日本人还公开宣称对不对五年之内这个国防的预算要增加两倍对不对 然后呢我还得有打击敌人的这个基地的这个能力这是日本人所说的所想的他把自己想的东西都说出来了日本人获得了这些吗 首先咱们看一看日美的整个的这一次的高层的会谈当然了还有什么首脑的会谈还没有进展啊还没有开始谈 但是13号也就是明天也就要开始了然后看一看日美之间谈出了总体谈出什么样的结果 先是经济的日本的这个这个这个经产项产经项然后的话跟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戴琪啊进行的会谈那个时候跟大家聊了 然后日本人想要美国重新加入CPTPP美国没给对不对 美国没给给了一个啊完全没有任何作用的印太经济框架对不对 加强了一下然后实在是拿不出别的东西给日本人经济方面美国没给日本人任何的便宜 其实这也是美国自己的问题美国要加入CPTPP的话那日本人就可以拿自己的商品在美国进行清销 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就是摆设美国的芯片法案也是摆设了对不对 所以说美国没有办法给日本人经济上的利益重新加入CPTPP这个事没成 经济是如此今天进展到了这个二加二二加二是什么呢 那就是啊外交跟国防对不对 美国的国务卿加美国的国防部长日本的防向加日本的外向 然后进行的会谈二加二那谈出来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日本人想要的是什么刚才说了归根基底想要一个正常的国家 然后有有没有细节有细节想要打击敌人基地的一个能力 美国能给这些吗美国给了日本什么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 就知道日美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嘿嘿什么叫狗咬狗啊大家慢慢看就知道了啊 首先日本要求啊然后能拥有一些军舰啊能够啊 打什么一千公里的啊攻击一千公里的这种军舰给日本 然后的话也不能军舰给不了给导弹也行 那美国这两块能给日本的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武器呢 军舰有没有能攻击一千公里的 有有阿里伯克级对不对 阿里伯克级上面有战斧 战斧导弹可以啊打一千公里 然后的话这个这个导弹呢 美国有没有打一千公里的导弹也有 对也有还是战斧式导弹 还是战斧式导弹 然后的话军舰美国能给日本吗 其实咱们先讲大妙军舰跟导弹美国能给日本吗 按理来说按理来说是不能给的 为什么不能给 如果日本人拥有了自己成体系的这个这个军事的力量 那日本是不是要脱离我美国管控啊 你经济方面跟中国那么近 中国是你的首要贸易伙伴 你然后的话 就是这个国防你又不依赖于我美国了 你的防卫不依赖美国了 你想要打造自己的 那我美国的影响力在你日本是增加还是减少呢 所以说美国会愿意眼巴巴的看着日本人打造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吗 你别看美国在那 我们觉得啊 日本什么修改什么三防卫三文件 我们觉得很高兴很鼓励 你别看美国人把话说的如此的好听 但是美国归根结底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影响力在亚洲持续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一直在说金正恩要搞核实验的一个原因 只要金正恩搞了核实验 美国人就可以有理由在亚洲这边啊 把自己的影响力再扩展进来 可是哎 你现在日本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军事上面你还想独立 我美国的影响力如何在这拓展呢 所以说美国并不乐见日本脱离自己的掌控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自己的附属的这些啊 附属的势力脱离自己的掌控 我相信各位都能理解这个 对不对 所以说日本人获得了美国的阿里伯克级核战俘式的导弹了吗 没有 这次二加二没谈成 日本人最想要的东西美国没给 然后啊 就算给了日本 对不对 假如说美国给了日本 对于咱们中国来说有影响吧 没有任何的影响 为什么呢 战斧导弹之前跟大家聊过 40年了 服役40年了 2018年就要退役 结果2021年又复活 为什么复活 因为美国这个武器的研发没跟上啊 没有新式的导弹 然后啊 接替美国的战斧导弹了 战斧导弹为什么要退役 归根结底的原因很简单 40年前发明出来先进 40年后 现在满世界啊 别满世界 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 中国的啊 超高音速导弹 中国的 咱不说别的 咱们就说这两样 美国没有啊 对不对 美国没有啊 美国现在只有战斧式啊 战斧式为什么推移啊 原因落后了呀 他的巡航速度太慢 战斧式巡航速度慢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拦截起来就变得很简单 这就是美国的战斧式导弹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他日本拥有这玩意儿 对于中国能造成什么威胁吗 很难很难 当然了啊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威胁 你从没有变有吗 对不对 你会有一点威胁 但是这个威胁 在中国面前也不是个事儿 阿里伯克级呢 阿里伯克级导弹的啊 驱逐舰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美国啊 现在最先进的阿里伯克级服役多少年了 同样对不对 那也就是啊 几十年的这个船了 然后咱们这边啊 有055 055跟阿里伯克级的这个对比 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 吨位吨位比你大 咱们的055比阿里伯克级的吨位大 然后垂发系统 垂发系统比你多 对不对 然后这个导弹啊 垂发系统所携带的导弹 还比你先进 英机21嘛 对不对 然后到你阿里伯克级 你在055面前 你就不是个个儿 你就不是个事儿 这些咱们都不要再强调了 咱们就说一点 你美国想要拿阿里伯克级啊 跟中国解放军啊 在这儿battle battle的话 你先把你阿里伯克级上面那些 亮衣架的那些雷达 你改一改行吗 你看一看055 052D 054A 那些雷达那叫干净利索 对不对 你看看美国那军舰 对不对 到处都是线 连的都是线 我的天哪 上一代的玩意儿了 加把有吧 美国人 对不对 总而言之 这就是中美军舰的对比 你日本拿了这些 你能伤害到中国什么吗 还同样也不会对于中国 有多大的一个伤害 但是哪怕是这样 美国都没给 你看起来美国 日本现在高层啊 我们会谈成功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美国的国务卿啊 我们一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我们 我们的盟友 以及合作伙伴 共同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你怎么不说敌人呢 你怎么不说敌人呢 挑战挑战 对不对 你们这个盟友又更加的紧密了 你看起来是这样 日本人想要的东西 一点都没给 对不对 然后呢 导弹导弹没有 你怎么样啊 让日本攻击敌人的基地呢 对不对 军舰军舰不给 一千公里 作战半径 一千公里的这个军舰不给 归根结底 F35给了吗 对不对 大家得知道啊 日本人尴尬就尴尬在这儿 日本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对不对 他也想要发展自己的这个国防的能力 发展自己的军队 有一个很鲜明的一个标签 大家不能忽略 那就是出云号 对不对 日本的那几个所谓的准航母 到现在那些准航母上面夹板是空的 大家一定得知道啊 日本的所谓的几艘准航母 全是摆设 全是靶件 知道吗 上面一点作战能力都没有 大家得知道为什么出云号那些东西 那些玩意儿啊 他被称之为准航母 原因很简单 他在造的时候 他没有按照航母的规格来造 航母要有什么东西啊 什么他什么蒸汽式的啊 弹射啊 磁能电磁的这些弹射 你得有啊 为什么 航母你得有这个这个飞机起降的这个能力啊 现在这个飞机的起降 大家也都知道啊 包含咱们的辽宁号是华越式 咱们的福建舰呢 那就是电磁的弹射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你美国 你你日本的这几个这个这几个准航母 你既没有华越式 你又没有电磁弹射 蒸汽弹射 你叫什么航母 最开始大家得知道 出云号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叫直升机航母 可是大家一定得知道啊 直升机航母那就是拔舰 不用枪 不用不用大家啊 意外那就是拔舰 为什么拔舰呢 直升机航母没有作战能力 然后航母要靠什么打仗打仗呢 他要靠他的舰载机的作战半径打仗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F35啊 300公里或500公里的作战半径啊 然后的话啊 这是他的作战的能力 你直升机你能覆盖多少的作战半径啊 而且大家还得知道 直升机是什么的克星 直升机啊 曾经被称之为坦克的克星 直升机打坦克 砍瓜切载 确实是如此 但是直升机打飞机呢 打战斗机的 血脉压制 战斗机血脉压制直升机 为什么 作战半径 或者说高度问题 直升机为什么能够打坦克 因为他飞的高啊 坦克的那个炮塔抬不起来呀 对不对 大家得知道这个 打不了天上啊 坦克那个炮塔呀 所以说直升机啊 那个上达下 他不费了 对不对 战斗机呢 飞得比直升机高 我上达下打你 同样不费了 所以说呢 初云号刚开始啊 说什么直升机航母 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那走到现在 大家都知道 现在都称之他为啊 准航母 为什么呢 他也没有想让初云号 这些船成为直升机航母 为什么 就因为作战半径的问题 你上直升机跟玩一样 那就是玩具 好吗 然后的话 他等的是什么 为什么初云号航母 甲板都是空的 等的就是美国的F35 没有F35 他的初云号那些船 他就形成不了战斗力 为什么 F35是啊 对垂直起降的 是垂直起降的 他没有什么蒸汽弹射 电磁弹射的话 没关系 垂直起降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 等到现在美国连F35 都不给日本人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你的国防得靠我 对不对 你得靠我 或者说你高价 对不对 或者你说你高价 或者说美国自己的问题 什么问题 大家知道什么问题吗 产能问题啊 现在F35跟不上啊 产能跟不上啊 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情况 很多的国家都在那等着 所谓的美国的盟友 等F35 日本人你不是第一 第一顺位的啊 这个F35的这个买一家 然后大家还得知道 另外一件事情啊 这个产能如果跟上了 还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F35那么通共的飞机啊 上面的原材料 有很多来自于中国呀 那之前美国查了呀 哎 怎么能有来自中国的原材料呢 对不对 结果查查查去 你找不着找不着替代品啊 美国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个事情 那如果他的产能跟上了 那中国啊 也会接受大单啊 对不对 所以说美国尴尬 尴尬的地方就在这 大家发现了没有 美国尴尬的地方就在这 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美国也没有办法给日本 F35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美国要建设关岛了 美国人其实心知肚明 我给你F35 他也不是现在能给的 几年之后供应上你了 供应上F35了 有用吗 对不对 有用吗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啊 中国这边啊 这个歼20B都快出来了啊 这个歼35 对不对 换新发什么 换什么新式的这个装备 也开始要出来了 你说你 你说你歼 F35 你到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你打得了吗 所以说美国要建设第二刀链 所以说美国曾经啊 前一段时间要往澳大利亚去卖东西 为什么 因为在往后吞呢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状态呀 然后给你给摆设 要不然你就高价买我的 我不会便宜买卖你的日本人 这个时候 大家就知道了 你说日美这个2加2 他谈了什么呢 谈出来什么了 谈出来一个美国人当然高兴啊 对不对 我们要和日本联合起来 对我们的盟友啊 合作伙伴啊 面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啊 换了一句这样的话 空话呀 对不对 你盟友之间 大家都得做大做强 才能有力量 对不对 结果呢 你们之间 这小阴谋诡计啊 这屎的对不对 都快玩到台面上了 你说你能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 以及实力啊 不仅如此啊 咱们多讲一个新闻呢 日本人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想要脱离美国 这个想法 他真的是非常的坚定 大家一定得看到这一点啊 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坚定啊 大家不要以为 日本人想要脱离美国 可能吗 你就看一看他那个 那个防卫的三文件的修改 以及这个正常国家喊了多少年 你就能感觉得出来 日本人内心中想要脱离美国 那个想法 为什么要脱离美国 其实也跟美国这种表现相关 为什么 美国实力不行了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战斧式导弹 40年了 还得被迫继续服役 新型的美国的导弹 跟不上来 然后阿里伯克级啊 几十年的这个军舰改完改完一次改两次改三次 对不对 改了那么多 然后的话 你那个天线雷达的天线还是亮一杆 对不对 然后这就是问题的根源了 你美国能力下降 日本人他想要怎么着 我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想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我我没办法依靠你了 安倍都说了吗 你美国要啊 战略清晰 不要再战略模糊了 结果你美国这个战略模糊始终都不放弃 那我日本人看到了你的虚弱 我不会再跟弱者的 大家得知道 日本这个民族啊 是强 是强 一定得知道 美国现在明白着实力往下掉的时候 日本人的反心也就产生了呀 对不对 经济方面 你美国给不出利益 军事方面 你给美国给不出利益 我日本人当然想走啊 对不对 日本人想走之心之坚决 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呢 那就是啊 这个岸田文雄已经到了这个意大利啊 跟这个意大利的总理啊 梅罗尼进行了会谈 谈的内容很很好玩 他内容很好 为什么说坚决呢 就跟刚才聊的F35有关呢 然后这个岸田文雄啊 说这个正在跟这个意大利啊 英国啊 三国啊 准备研发下一代的战机啊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日英亿啊 我们要一起研发下一代的战机 他找的这些国家是对的 为什么我说他想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内心坚定的 因为他找的这些国家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飞机啊 他确实是你想要让他就是通用性很强的话 很难 然后的话 日本是个岛国 英国是个岛国 意大利是个半岛 所以说这个飞机啊 下一代的研发 他必须要考虑到什么海水 海风 海盐的侵蚀 因为太潮湿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三个国家还比较类似 他的环境比较类似 他的需求也会比较类似 而且他找英国 找的也对 虽然说很多同学会笑话 意大利有什么飞机啊 英国有什么飞机啊 你还不如找法国 对不对 然后到英国啊 大家得知道啊 也是啊 特别的针对这个这个日本人的口味的 为什么呢 英国的飞机自打二战之后 大家对于英国的飞机啊 有什么印象 就哪个型号 大家会觉得印象极深 跟各位讲 对于我来说 对于英国的飞机 战斗机来说 印象最深的 二战之后啊 就是那个钥匙啊 钥匙什么样的飞机啊 同样对不对 垂直起降的飞机 日本人找的很准的 英国人拥有钥匙飞机的技术 然后跟英国跟意大利 日本啊 一起研发这个下一代的飞机 就可以用在哪 就可以用在出英号啊 对不对 那些准航母的身上 那些所谓的直升机航母的身上啊 日本人你说他找的准不准 找的对不对 找的准找的对 但是问题来了 这个项目啊 刚开始还没有进行下一步呢 对不对 你研究 研发 然后测试对不对 裂装 这都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 大家一定得知道 一个新一代的飞机 从研究啊 测试什么 什么实验 然后都裂装啊 这中间是长了得有二十年 短了 你怎么着也得十年八年的 然后的话 你现在只是个刚开始 十年八年之后 中国解放军的实力将会到哪 啊 姜尔师弊 现在正在实验啊 是非 然后的话 这个歼35 眼看着这个新装备也要来了 你十年之后 解放军将要发展成什么样的程度呢 虽然说他找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时间他来不及了呀 对不对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 对不对 这个意大利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什么欧洲 什么欧洲几国来着 对不对啊 人家到点下午 他得休息 对不对 人家得吃个下午茶 对不对 喝点小红酒 意大利美食 对不对 人家得来两块披萨 披萨上面还不能放菠萝 我就爱吃上面有菠萨的披萨 他就不爱吃 对不对 但是啊 这是意大利的习惯 对不对 按照意大利这个风格 他会按时交货吗 英国可能会按时交货 毕竟移民多一点啊 做事还老实一点 对不对 但是总而言之 意大利英国日本想要连发下一代的战机啊 有没有难度呢 大家自己想 对不对 昨日这虽然说方向是对的 时间还够吗 日本人 这是问题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可能啊 日本人做这种事 很多同学也会说 那是给美国压力 F35赶紧卖 你不卖的话 对不对 然后呢 你我就跟别人一起弄了 美国卖 就算卖 他也需要时间 美国的产能也是问题 对不对 而且美国卖不卖呢 你看一看日美的2加2 大家就知道了 就死活的美国人没松嘴啊 美国给的是什么呢 啊 这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战斗团 没鸟用啊 我跟各位讲 这从这一句话 从这一件事情 就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是不会放手的 你日本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美国是头号的敌人 为什么 你就看这一句话 美国要给海军陆战队的战斗团 就是说 我给我给你啊 边海什么战斗团这些东西 但是海军陆战队是我美国的 你想要武器不行 我往那投美国大兵 然后带着美国的武器 美国大兵使用美国武器 没问题 你想买 我都不给你 导弹不给 战斗式啊 40年的导弹都不给日本人 然后什么阿里波克级 明摆着在055面前都是弟弟的 你别弟弟 落后上一代的 上一代的这个这个军舰 我也不给你 这就是日美之间的关系 大家看清楚了吧 最开始啊 跟大家聊 其实大家看清楚啊 日本这个新闻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咱们要啊 把韩国与日本连起来 弄的一个原因 我弄你归根结底的原因是什么 我也不让你日本成为一个有自主性的国家 咱们对欧洲啊 说欧洲人你要有自主性 但对日本我就不让你拥有自主性 为什么我这边只要给你压力 我这边比如说咱们这些啊 把日本和韩国什么签证都给停了 大家得知道这不是小事啊 国与国之间 外交方面停签证啊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事 大家想想中美贸易战 中美博弈的时候 美国什么时候全面的停了中国人的签证啊 没有吧 对不对 可是咱们上手就是重手啊 我停了你全面停了日韩的 这个签证 影响的就是经济啊 再往下走就是贸易战 再往下走 就是国与国之间 停签证之后 再往下走就是贸易战 贸易战之后 你说日本韩国受得了吗 中国是日本韩国的首要的贸易伙伴呢 中国稍微下的重手 别说贸易战 我私下里面在某些项目上面限制你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不对 这个时候中国啊 表明了如此强硬的一个态度 你日本怎么办 你去找美国哭啊 你想要找美国哭 没问题啊 对不对 然后你就得继续的依赖美国 可是日本人也知道 美国现在不行了 就因为不想继续依赖于美国 所以说他更加的坚定 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可是这个时候 你想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时候 中国的压力也来了 美国人想不想让日本成为正常的国家呢 也不想 美国想要 想要拿住日本 扩展自己的影响力 美国不想离开亚洲 这是美国的想法 那双双方的压力都会来 你日本自己做选择吧 所以说咱们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给日本给韩国要施压呢 大家想明白了吗 就是说你必须低头 你看到了未来了吧 你看到了美国不行了吧 你看到了美国的战俘式的导弹 劳化 美国的阿利伯克级 去那个那个导弹驱逐舰 劳化 对不对 看到了美国不想放手的态度了吧 你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你依赖美国行不行啊 我这边施压 你去依赖美国呀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不依赖美国 你看到了美国的虚弱 认为再跟美国混在一起 要倒霉的话 因为中美博弈嘛 对不对 如果日本继续跟美国混在一起 那这个时候我就打给你看 你看到没有 签证全给你停了 全给你停了 经济方面 我再动手 你受得了吗 对不对 你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我经济让你变成一个穷国 这就是日本的未来 大家明白吗 为什么咱们动手 就让你逼着你选择了 看到了你想要脱离美国的决心 对不对 不想跟美国混在一起了 看到了 但是的话 你想要跟我也要保持距离 跟中国保持距离 对想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然后我这边啊 签证给你停了 你还不低头 暗天文雄 你还要谴责中国 对不对 你抗议中国 好 对不对 好 那咱们就继续battle 看到你了啊 看到你想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跟中国保持距离 也跟美国保持距离 但是你有没有实力啊 对不对 这个世界啊 没有 这个世界啊 没有别的规则 只有一个规则 就是按照实力 你有实力的话 你行 你硬 对不对 别人都得让你三分 美国原来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靠着经济 靠着美元 靠着军事 靠着科技 靠着金融上的实力 这个世界就大家都啊 美国啊 你好厉害 你好强 对不对 以前是这样啊 那你现在你日本拥有这个实力吗 你没拥有这个实力 你就老老实实的低头 这就是中国现在的做法 告诉日本人 你不会有好结果的 跟我顶着来 对不对 看到你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想要脱离美国 对于我中国是不是好事好事 但是的话 我就逼着你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不行了 去跟美国呀 你跟着美国 你倒大煤 中美的这个中美的博弈 将要如何发展 你日本人心知肚明 美国都要去建设官岛了 第一岛链的日本 你还能有什么作用啊 对不对 你继续 继续呢 大家还得知道多讲一句啊 讲到第一岛链 大家看下去啊 第一岛链 这个这个包含哪呢 东南亚 包含澳大利亚 新西兰 台湾 然后日本 韩国 这是第一岛链 东南亚现在跟谁好 第一岛链 南边那块玩了吧 澳大利亚想要跟中国修复关系 澳大利亚还配合美国吗 新西兰连个啊 对于中国的游客 把限制一下啊 他都不干啊 新西兰都不配 都不配合美国呀 台湾呢 台湾的蔡英文 最近咱们正在军演 蔡英文说了 我们不挑衅 不挑衅 台湾是这种状态 就剩谁了 就剩日本和韩国了 还不 还不低头 第一岛链都成筛子了 你跟美国去啊 我中国跟你施压 就是逼着你跟美国 你跟呢 不跟美国 还没实力 没实力 还想要跟中国保持距离 你的未来 已经定在那了 你就继续跟中国顶 你继续跟中国顶 对不对 跟中国顶 中国可以有一种 一千种 一万种理由弄你日本 怎么弄 之前跟大家聊过 日本人怕的是什么 怕中国什么 对不对 历史的问题啊 历史的问题 不仅仅是历史的问题 琉球就是历史的问题 对不对 中国拿捏日本 跟玩一样 日本继续闹 结果已经定了 好吧 今天这期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